12月15日,第八届澳门国际电影节,第七届澳门国际电视节,在澳门永利酒店大宴会厅隆重举行。 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电影、著名电影人和各行各业的大佬们将齐聚澳门国际电影节。 众星引起《星光熠熠》,澳门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09年,由澳门电影电视传媒协会主办,举办时间为每年的12月。 在今年报名参赛的影片里,有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李雪剑老师出演的电影《老阿姨》,有胡雪化导演指导,胡军、于南、凤小月、秦浩、郭彩杰联合主演的电影《上海王》,还有《我的战争》、《大话细游三》、《大唐玄奘》等等影片。 当晚,胡军凭《上海王》中第一代上海王常立雄一绝,斩获最佳男主角奖,这也是胡军从已20余年终得影帝。 在红毯采访时,胡军还幽默表示,遇到很多实力演员很有压力。 我一想,我觉得可能会有压力。 著名别人艺术家李雪剑也凭借老阿姨荣获金莲花最佳男主角奖,最佳女主角由谎言兮兮里周冬宇宅德。 当晚的颁奖嘉宾阵容强大,美与主持葛优上台颁发最佳新人导演奖,除此之外还有梁天、温碧霞、吕梁伟、惠音红等大发明星作为颁奖嘉宾。 惠音红坦言这次很放松。 今天是颁奖嘉宾,我是一万青带性,我是喜欢的演员, 老戏谷关晓彤亮丽出席,在红坦接受采访时,谭记对此次电影节的印象。 关晓彤最终品《九州天空城》获得第七届澳门国际电视节最佳女主角,小编给你点赞哦。 感谢观看 nya